黑胡椒咸烤猪肉 需要的食材有 五花肉 红葱头 蒜头 高粱米酒 还有高丽菜 调味料部分需要的是 黑胡椒粒 盐 二砂糖 蒜头 白醋 还有花椒粒 让我们来看看 黑胡椒咸烤猪肉的做法 五花肉用叉子搓冻后 摆入锅中 加入米酒腌制 干锅爆香花椒粒 黑胡椒 盐 还有糖 红葱头 蒜头 拉成末 摆入一起爆香 香气炒出后 摆入与五花肉拌匀 摆至夹链带蜜蜂 冷藏两天腌制入味 五花肉入锅 盖上锅盖 焖烤至两面上色 高丽菜刨丝 铺于盘底 摆上蒜苗 蒜头拉成末 摆入白醋 再加入二砂 调制成沾酱 最后将熟成的五花肉取出 切片摆盘 就可以完成得到清爽下饭的黑胡椒 鲜烤猪肉咯